今天拳击擂台刚刚结束了一场搞笑滑稽的跨界战 前UFC次中量级冠军泰伦伍德利与网红杰克保罗进行了一场拳击跨界战 开门见山的说曾统治UFC一时的伍德利打满了8个回合 最终输给了网红保罗 由于视频版权的原因加上比赛枯燥无味 这里就不做全程回顾 简单概括就是 全场比赛杰克保罗在前几回合打的主动 伍德利依旧是稳的令人发指 第四第五两回合伍德利命中保罗几次搬回一些局面 半场过后就基本进入垃圾时间了 二人你浓我浓频繁搂抱打满了8个回合 最终经裁判打分分歧判定保罗获胜 最近几年国内外都刮起了打网红的热潮 从国外收入最高的拳王梅威瑟到国内 自由搏击风云人物伊龙都打了一些网红跨界赛 来看这场比赛的人一如既往都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很多吃瓜群众以为保罗会被伍德利胖揍 不过一些圈内大佬则更看好保罗 包括麦克泰森与UFC前中量级冠军比斯平在内都认为保罗会赢 UFC拳手都是格斗机器 但是单论拳法不一定顶尖 尤其是一些摔跤与柔术出身的MMA选手 伍德利高中与大学时期就是练习摔跤 直到27岁才参加了第一场MMA比赛 凭借摔跤功底与身体天赋很快站稳脚跟 并且成为了UFC总裁白大拿的心腹大患 2016年的时候 他首回合KO罗比劳勒 成为UFC次中量级冠军 但是他夺冠后的未免战 如老奶奶的裹脚步一般又臭又长 一言不合就跟对手绕五回合的圈圈 这种打法很难卖出门票 所以不太受白大拿的待见 今年3月伍德利参加完UFC260被对手降服后 就再没有打过综合格斗比赛 伍德利此次跨界也不能说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九的原因是看在钱的份上 虽然还没有公布具体的数字 根据伍德利经纪人的透露 他本场比赛最终能拿到七位数的酬劳 并且远不止100万美金 要知道伍德利在今年UFC260才拿到了20多万美金的出场费 年近40拿到职业生涯最高的收入 即使输了比赛 伍德利也不禁感叹 真香 此战过后网红保罗的拳击战绩改写为四胜灵赋 保罗兄弟最近几年在拳击圈混得风生水起 杰克保罗先是KO了NBA扣篮王内特罗宾逊 又终结了MMA名将本阿斯肯 可谓是流量金钱双丰收 他的哥哥洛根保罗 今年还跟梅威瑟打了一场跨界赛 这哥俩赚的比大多数一线拳手还要多 拳击比赛算是被这哥俩完明白了 另外杰克保罗前些天还列了一个名单 细数他潜在的对手 其中嘴炮康纳现任拳坛一哥阿瓦雷兹 甚至自己的亲哥哥洛根保罗的名字都赫然在列 不知道保罗兄弟接下来又会有哪些惊人的操作 喜欢拳击与格德的朋友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我是阿良 我们下期再见